这是一座美丽的仙女湖,七仙女在天庭待着无聊,偷偷下凡来到湖边玩耍,一向调皮的小七正认真听着姐姐讲凡间有趣的故事,还没老是一会儿见大姐在湖里玩得不易乐乎,就想捣乱,她故意施展法力,用橡皮手抓住大姐的脚,吓得她的眼泪像喷泉般流出,变客后大姐发现是小七在作妖,于是用法术将她拖进湖里, 不甘示弱的小七在水里热闹开,玩起了捉迷藏,突然大姐听到岸上有动静,担心被人类发现,他们慌忙地穿着雨衣,向天空飞去,而后知后觉的小七还在湖里,寻找姐姐们的脚,游了半天也没见他们的踪影,无奈出水寻找,结果放眼望去,只剩下自己一人,就在这时小七被岸上打斗声音吸引,悄悄地向草丛走去, 她看到一帅气男子和一群人在打架,最见不得一多妻少的小七内心十分气愤,直接用自己的大头影子吓走坏人,小七出现在男子面前,天真的她好奇询问, 你是工人,还是母人呢?男子听后震惊地看着她,没有回答问题,而是拿起死去兄弟怀里的衣服,小七见识自己的雨衣,就要去抢,随之男子躲开了, 她看到小七望着自己,便询问原有,小七解释,那件雨衣是自己的,必须还给她,不然没法回天庭,男子无法相信小七的说辞,直接拒绝她,还称这是兄弟的遗物,一定要带给弟媳,转身便离开,小七紧追不舍,命令男子站住,她却没理会,打不向前,小七炫耀式地把大姐搬出来, 显然男子并没有被吓到,小七见这招不管用,就便长手臂,困住男子,要她把雨衣还给自己,男子仍不理会,小七最后用法术直接抢,并将雨衣隐藏起来,然后嘚瑟向男子炫耀,男子生气到衣服是兄弟的遗物,让她还回来,小七挺起胸膛,咬着自己搜,看到男子无语的样子, 他只好将雨衣变出来,调皮地让男子过来拿,逗着他玩起了你追我跑的游戏,最后竟跳到了他兄弟的坟上,男子愤怒地一把抢过雨衣离开,小七急忙飞在宫中跟着他,并要男子交出衣服,就在这时,一旁的湖水掀起人形巨浪,拍打着石头向小七和男子袭去,男子见状,敢蒙拉着小七躲开,过了好久,湖面才算平静,人形巨浪就要求小七交出雨衣,不给的话,便休想起来, 说完就退进湖里,男子想起刚才小七的腿被砸,于是帮着检查,一脸关心的还询问小七,被砸的腿是否疼痛,小七回答没事,但他的好奇点竟是被石头砸身体会疼这件事,于是拿起巨石扔在了男子腿上,然后又砸了自己,小七是仙女,没疼痛感,不料却把男子的腿砸断了,男子吓得向前爬去,小七用脚踩着他的腿阻止,紧接着就询问男子的名字, 男子痛苦的回答他叫飞越,小七听后怕打着他,扔着飞一个,飞越解释这只是名字,自己并不会飞,说完无意间看到一只受伤的鸟,他趴在地上向前爬去,小七竟也跟着坐,还质问飞越,为何这样,飞越送给他了个明知顾问的眼神,就去包扎受伤的鸟,一旁的小七知道飞越,要把雨衣给他兄弟的妻子, 便好奇地询问飞越,什么事妻子,见飞越不回答,就用力地拍了下,谁知力气太大,竟把飞越打得吐血晕了过去,小七赶快给他输入灵力,看到飞越没醒,便顺手救了大鸟,一番折腾后,有些累的小七,无意间坐在飞越身上,瞬间飞越就醒了过来, 与此同时,旁边的大鸟幻化成人,提议可以带他们离开,小七开心地同意,拉着飞越坐上大鸟飞离湖边,他们躲过大石,平安地降落在树林,小七从大鸟的口中得知,姐姐们都已经回去,他们竟没发现小七被落下了,不得不说姐姐们的心真宽,大鸟说完就离开了,站在一旁的飞越总算相信小七是仙女的事实,于是把藏起来的雨衣还给他,善良的小七觉得飞越挺重情重义的, 便提议可以把雨衣先给他的弟媳送去,然后小七再要回,这样飞越也不失信于他,飞越听后认为挺有道理,便同意了,他与小七一起上路,飞越去询问兄弟家怎样走,小七则趁机来了酒肆,见有人在吃面,他便好奇地下手去尝,觉得十分美味,就又抓着吃了起来,把吃面人恶心地直接离开,小七更加放肆地吃起来,店家以为他饿坏了,便好心地将面给小七, 谁知他吃了五十碗还不吃饱,微观的百姓都震惊了,小七让老板继续给他上面,但老板回应今天的面已经卖完,小七知道后就要离开,店家拦住向着要饭钱,小七不知道什么是银两也没有,善良的老板却没与他计较, 这时小七又闻到对面的年糕味,不顾老板的劝告就跑了过去,开心地吃起年糕,不一会儿就把店里的东西吃完,年糕店的老板可没那么好说话,没钱就要扒他的衣服,老板刚要动手,自己的衣服竟自动脱了下来,众人看到都乐呵呵的,老板见这情况有些诡异,便命手下去托,幸好飞越及时出现,他把钱给了老板,拉着小七就离开, 但小七被人间的美味吸引,一会儿肚子就吃着像啤酒那么大,街上的小饭摊见到他都躲起来,生怕撑死在这家店里,小七刚吃垮一家,飞越劝他不要再吃,正说着一群官兵出现要抓飞越,飞越见小七太重实在拉不起来,便趁着官兵分神时先逃走,官兵看着小七与飞越是一起的,就决定把他抓起来,由于小七太重,两名壮汉也被拉起来,于是他们只好顾量马车, 将小七带回衙门,官老爷想从他的嘴里知道飞越的下落,怎料各种手段都用上,小七也没说,最后就把他关进大牢,牢里的大姐以为小七怀孕,就询问几个月了,小七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天,大姐觉得不可思议,认为他在开玩笑,到了晚上,小七的宝度终于消了下去,而飞越也来救他,从房顶抛下梯子,要让小七跟他走,小七抱怨飞越刚刚丢下他,飞越解释, 逃跑是为了救小七,并提议背着他爬梯子,小七觉得很舒服,就让他一直背着,与此同时,官兵也追了过来,并朝着他们射去了剑,不得不说,剑法真准,直接射中小七的脖子,小七拔出剑就跟没事人一样,官兵见人还活着,就让众人一起射,小七瞬间成了筛子,官兵看到他们还在跑,便用剑射到了飞越的腿, 两人顿时摔在地上,飞越担忧着帮小七拔剑,见他没事才放下心,小七照着飞越的样子做,用灵力帮着治疗伤口,瞬间飞越的腿也好了,小七喜欢飞越背着,就又跳上他的背,两人甩开追兵,来到了飞越的兄弟家,向弟媳表明来意,他接过羽衣,转身离开,小七趴在飞越的背上抱怨,自己还没要衣服,让他返回去,飞越解释,天色已晚,他太累,明日再去寻找, 说完让小七从背上下去,他却不愿意,无奈飞越也只好背着小七睡觉,画面看起来十分滑稽,自日飞越醒来,没见小七,却听到院里一阵笑声,就走了出来,看到小七在俏皮的捕蝴蝶,飞越被他可爱的行为吸引,为了指出蝴蝶的方向, 小七抬眼瞧见飞越,开心的让他接着背自己,飞越提醒小七,今天是去拿回羽衣的,小七听后更是要他背自己,并威胁飞越,不背便用法术惩罚他,飞越假装答应,故意跑开,逗着小七哈哈大笑,这打情骂俏的场面甜蜜极了,最后小七还是黏在了飞越的背上,来到了弟媳家,不料他家昨夜遭了贼,羽衣被偷了, 小七只好让飞越背着,去其他地方寻找,就是这么巧,两人刚到树林,小七便看到挂在树枝上的羽衣,他飞身取下,又返回飞越身上,飞越知道小七有了羽衣,就能返回天宫,内心非常不舍,但还是提醒他可以回家了,小七则玩嗨了,想要跟着他吃遍天下美食再离开,就这样一人背着衣先上路,小七趴在飞越的肩膀,傻乎乎的告白,说自己除了姐姐,最喜欢的便是飞越, 飞越听后,内心有此窃喜,嘴上却说着狠毒的话,小七伤心地从飞越背上下来,眼泪不停地落下,飞越想到自己的使命,振兴家族,前途危险,就故意说着南京的话离开,晚上飞越靠着大叔睡着,想念他的小七偷偷跟过来,又担心被飞越发现,于是变成了小人,谁知飞越一个翻身压着他,呼呼大睡,就这样两人过了一夜,第二天飞越醒来正要起身, 便发现了纸骗人小七,他着急地呼唤着,小七仍然没任何变化,飞越假装离开吓唬他,身后却一点动静都没有,飞越担心地说出心里话,只要他变回原样,任何条件都答应,小七听后瞬间变了回来,直接跳进飞越的怀里,飞越知道被骗,但见小七没事,也就放下心,接着飞越领着小七来到集市,把他喂得饱饱的, 然后将身上所有钱财都给了他,并告诉小七,他有自己的使命需要完成,说完便转身离开,看着飞越的背影,小七十分伤心,却因身体太重,无法追上他,胖度消退的小七拿着飞越的画像满街地寻找他,连沿途看到美食都提不起精神,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这天小七在大街上碰到三姐,刚想逃跑,却想起自己的速度没他快,只好转身询问三姐来人间的原因, 三姐回答是来找他的,担心他中了男人的毒,小七回忆自己最近,确实有种生病的感觉,三姐知道后抱着小七痛哭,因为大姐说过,中男人的毒无药可解,一旁的店家健壮,提醒他们可以去看大夫,于是两人来到了药部,大夫听完小七的症状,马上知道他是得了相思病,便告诉他飞越就是解药,或者再也不要见他,而此时的小七只想看到飞越,就打算去寻找他, 小七把三姐喂得饱饱的,趁他飞不动赶快离开,小七穿着雨衣,快速地找到了飞越,将受伤的他救到树林,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飞越,小七用尽法术想要救他,可却没有效果,飞越在临死前表达了对小七的心意,诉说着对他的思念,小七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,接着就打算继续救飞越,飞越温柔地安慰小七,自己大心将至,让他不要白费伶俐, 刚说完就没了呼吸,小七看着飞越灵魂离体,内心十分愤怒,他直接追上去,要长者放了飞越,强调任何仙都不能把他从自己身边带走,长者见小七是羽皇大帝的女儿,只好无奈地放了飞越,灵魂回体的飞越缓缓醒来,小七便让他替自己解毒,飞越劝他,只要离开自己,毒自然就解了,见小七不同意,飞越解释 两人在一起时间长了,他们都会中毒,小七听后说要考虑下,此后他又黏在了飞越的背上,想要再享受他的温柔,飞越却再次提醒,这样下去,两人会中毒更深,小七解释,等飞越找到师父,他便离开,他们于是怀着悲伤的心情,抓住最后的片刻温存,小七含着泪,带着飞越来到了目的地,等他们赶到时,师父已经倒在血泊里,飞越见自场景,心灰意冷,他知道自己未来一片渺温, 就伤心地让小七离开,小七看着眼前落幕的飞越,根本不舍地走,眼泪不停落下,深情地诉说自己的心意,并贴在飞越的背上,假装发出呼噜声,撑着睡着了,故意拖延和飞越在一起的时间,自日小七虚弱地躺在飞越的怀里,他以为自己已经病重,飞越看着执着的小七,再也无法隐藏他的心意,温柔地告白,然后紧紧地抱着小七,小七想让时间就停在这一刻, 并让飞越承诺永远陪着自己,得到肯定答案后,两人甜蜜抱在一起,这天飞越在树林里,为小七编了个漂亮的花环,见他走过来,连忙将花环藏在身后,机灵的小七立刻就发现了不对劲,就围着飞越寻找,飞越温柔地让他闭上眼睛,拿出花环给小七戴上,小七回给了飞越个大大的拥抱,随后开心地又让他背起了自己, 两人正聊着彼此的行意,却被天空掉下的大鸟打断,原来大鸟受伤了,他所在的仙女湖非常有灵性,但最近却不让他修行,飞越听后决定要去帮忙,不料被小七紧紧地拉着,他有些醋意地表示,以后飞天只能自己背他,不用大鸟驼着,转瞬他们便来到了仙女湖,飞越担心小七的安危,让他在湖边等着,自己前去查看, 小七陶醉在飞越的抚摸中,不知他已经离开,担心飞越的小七还是跟了过来,飞越宠溺地责怪他不听话,就在这时天空突然变黑,小七瞬间被湖水吸了进去,飞越眼见辛亥的人被大水卷走,焦急地呼唤着,而小七刚到湖底,他的花环就被仙女湖抢走,因为是飞越给自己编的,小七执意向着要回,仙女湖知道他与飞越的情感便还了他,与此同时,仙女湖幻化人形, 要飞越坐着大鸟去通知其他仙女,让他们把玉皇大帝找来,不然是不会放过小七的,原来玉皇大帝呈仙前曾与仙女湖有过一段情,他承诺两人会永远在一起,但仙女湖直到化为湖泊也没等来他,飞越内心非常担心小七,于是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,飞越好不容易把消息传了出去,便马上返回仙女湖,他刚到就看到躺在湖边的小七,抱怨仙女湖不守信誉, 仙女湖去解释,是小七要求他这样做的,长时间看不到飞越,他生不如死,飞越温柔地把昏迷的小七抱到岸边,着急地呼唤,见他没反应,就想做人工呼吸救过他,使着小七缓缓睁开眼,抱着飞越坐了起来,飞越看小七没事,紧紧地拥抱住他,不料还没温存片刻,小七又被拉进湖底,此时飞越生气地要与仙女湖决斗, 他不要命地跳进水里,与海藻不断缠斗,拼尽最后一次利己,慢慢沉下湖底,怎料他被仙女湖拖到了岸上,仙女湖承诺可以放了小七,但要求飞越和小七成亲,飞越向仙女湖说出了他的顾虑,原来飞越担心小七因为和自己在一起不能做神仙,所以才拒绝他,仙女湖让飞越看到小七的内心所想,小七愿意放弃一切, 就算和飞越只待一天也行,飞越明白小七的心意,看着他缓缓从水中走出来,紧紧地抱住对方,飞越决定立刻与小七成婚,他们让大鸟做主婚人,天地为正,两人朝着仙女湖跪拜,最后夫妻对外里程,他们拥抱着彼此,周围都是甜蜜的味道,飞越在仙女湖旁边盖房子,而小七依然粘在他的背上,不多天就造出一个温馨的家,到了晚上,他们面对而坐,彼此开心地看起来, 看着对方,小七突然倒下,大叫被人暗算,飞越着急地出门查看,却没见任何异样,小七解释自己被亲后,就像被雷电击中,飞越面对这样可爱的小七,爱依又深了许多,小七好奇地盯着飞越的嘴巴,飞越见状故意吓他,玩尽你追我赶的游戏,房间里溢满了甜蜜,烛光也在欢声笑语中熄灭了,未来他们是否能一直幸福,小七的父亲一皇大帝,是否会同意这桩婚事, 关注八两,下集更精彩